《特種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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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本身比較喜歡看《衛斯里》 為什麼我喜歡看《衛斯里》的書呢? 因為每本書都會加入很多神秘元素 例如特務,或者關於外星人 都會令人感興趣 就想繼續看下去 我最喜歡的書就叫做《特種兵部隊》 這本書講述了一些青年 他們去特種兵學校訓練 其中有一個章節我很喜歡的 就是青少年睡覺的時候 教官就把他們的手鎖在床架上 青少年醒了之後發現自己被人扣在床架上 其中一個很聰明的 他們想了一個老牛背魚的方法 把自己搬進去教官的休息室裡 然後拿到鎖匙解開手扣 因為這個情節很有神秘感 以及很緊張 我印象很深刻的書呢 就是很出名的一本書叫做《愛心樹》 那本書呢 它就講述一個男生 他問一棵樹 經常拿東西 而那棵樹呢 也都很慷慨地 去給那個男生不同的東西 其實呢 透過這本書呢 我就可以學到要慷慨 就可以知道做人處事的道理 我經常透過看書都可以學到這些東西 也都是我最喜歡的一本書 那我覺得呢 看書除了可以增廣見聞之外呢 亦都可以令到我們在作文的時候 文筆就更加好 還有看書也是一個很好的休息方法來的 看書呢 是可以令我變得很快樂很開心 當我很傷心的時候呢 我就會看一些好笑的書 去令到自己更開心 當自己憤怒的時候呢 就會看一些很有愛心的書 令我沒有那麼憤怒 我覺得閱讀對我來說的意義呢 就是透過作者寫的文字 就可以知道作者想表達的思想感情和資訊 去體會不同的東西 在知道世界各地不同的資料 也都可以學到不同人生的道理 那這本書呢 就主要是講解 這個世界這個地球上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災害 自然災害 那和他們的形成方法 他也都帶出了幾個道理 例如要珍惜現在現有的環境 物資和要好感愛護這個大自然 《消失的海底城堡》呢 就是《消失的風景線》系列的其中一本書 我選了第二個故事 就叫做《小寶的奇異之旅》 《小寶是一個寶特瓶》 有一天 他被一個小孩子踢到河裡 過了一會之後 他就被漂浮到大海裡 結識了《小透》這個好朋友 《小透》是一個索料袋 經過漫長的時間之後 《小透》被海龜吃了落土 但是呢 因為《小透》令到海龜沒得吃東西 所以海龜死了 我選這個故事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可以令到讀者 不會去丟那些垃圾到海洋裡 可以增加環保意識 好的 這本就是《搜尋夢想》 主要講及一個三子鋼琴家 黃外欣的奮鬥故事 黃外欣一出生就只有三隻完整的手指 但他就很喜歡彈琴 由中學的時候就很努力 一直努力地練習彈琴 最後就成為了一個非常優秀的鋼琴家 因為其實我表弟他經常跟我說 就說練琴很辛苦 還要是彈琴的時候 有時候彈錯音 令到自己很不開心 很不想再繼續去彈 我就覺得可以透過這本例子的故事 去鼓勵一下他 去努力練琴 這樣就可以令他沒有那麼辛苦 可能得到一些心靈的位值 我會考慮一下一些比較厚的書 例如《海底兩萬里》這些名著 第一可以消磨時間 第二可以一次過看完整本的名著 不會被人騷擾 我應該會選擇雅龍的兒童文學精選擇 因為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文章和故事 可以百看不厭 我會選擇這本書叫做《危難求生手冊》 這本書講述了一些危難的時候 你要怎樣做 其中在荒島上用到的就是這一頁 他教了你當你在沒有火柴的情況下 怎樣去生火 所以這一本就是我想帶他去荒島的書